银色的肇事车辆逆向冲撞 最后撞上参道右侧石壁车头全会 奈良县东大寺是日本关系旅游热门景点 行人徒步区经常挤满观光客 替寺养在奈良公园的可爱鹿群为石拍照 没想到25号上午徒步区传出死亡车祸 79岁的日本驾驶疑似雾踩油门暴冲 结果撞上两名正要前往东大寺的路人 其中一人来自台湾 这起意外发生在日本上午9点50分左右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车祸发生后来自台湾的62岁男子 因为头部重创昏迷送医 但抢救约三个小时后 依旧宣告不治 至于另一位伤者是52岁的日本籍男性 也因为腰部骨折重伤送医 警察は車を運転していた79歳の男性ドライバーを 目前住室以与耐良市警察署 旅行社及当事人家属取得联系 除对国人不幸遭遇车祸身故表达慰问之意 并向家属说明后续处理流程 79岁的驾驶共称 他是餐道旁的土产店老板 因为搞错油门和煞车 才造成意外发生 外交部证实 死者是台籍观光客 以指示驻大阪办事处 联系家属提供协助 TVB新闻纵贺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